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我觉得甚至比什么五行啊 比我们前面讲的那些阴阳啊 这个虚实啊 更容易理解 而且更容易记得 下面我们就先讲气啊 气呢 是人体内活动 活力很强 运动不息的极细微物质 是构成人体 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 基本物质之一 这个气 我们是看不见的 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就像我们看不见风 其实是有风 我们看不见空气 其实空气也有 对不对 它这个气 是极细微的物质 不是说什么仪器能探测得到 或者我们肉眼能看得到的 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气运行不息 推动和调控人体内的新陈代谢 维系人体的生命进程 如果气的运动停止了 就意味着我们生命的终结 所以说 人活一口气 还有气为阳 这个叫做什么 如果说你还有一口气 这个阳不静 你就不能什么 你就不能成为 就是你不能成为鬼吧 就阴不静 你不能成为仙 阳不静 你不能成为鬼 只要有一口气在 人的生命活动就在 但是如果气没了 人就没了 所以气 对人体来说 和血 和经验一样 是根本 甚至可以说 气更更根本一些 嗯 气的生成 这个人体之精 化为人体之气 就是气 是由人体之精 化身而成的 它是哪里来的 是人体的精 所谓的精 有先天之精 和后天之精 对吧 先天之精是谁给的 老爹老妈给的 那后天之精是谁给的 是我们的脾胃 把我们的水谷 营养 蕴化而得的 水谷精威 来的 知道吗 后天之精 就是我们的水谷精威 是由我们的脾胃供给的 所以我们的脾胃 是后天之本 所以脾胃是根本 是所有能量的来源 而这个气就是我们的这个精 所谓的精气啊 精气 就是精化身而来 那气也含有阴阳两个部分 阴气呢 是气中具有含量抑制 特性的部分 阳气是气中具有温热 兴奋等特性的部分 这边也很好理解 对不对 就是我们讲五脏的时候 你们就会知道 所有的五脏都有自己的阴阳 比如说 这个肝阴肝阳 肾阴肾阳 心阴心阳 脾阴脾阳 肺阴肺阳 这些都有 所有的 都有阴阳 是因为五脏皆有自己的气 比如心气 肾气肺气肝气 和脾气 只要有气的地方 就分阴阳 因为在阴阳中 因为在这个气中 就包含了阴阳两个部分 而阴呢 就代表 让你冷静 让你这个抑制 它有含量量润的作用的那一部分 而阳气呢 就是让你兴奋 让你澎湃 让你温热 让你暖和的那部分 然后气中的阴阳 它们既对立 又互跟 这个是我们看到那个八卦图的时候就知道 它们其实是 互生互跟的 只要阴阳相协调共计了 那我们整个生命的这个生理活动 就会正常的进行 否则如果阴阳不调 我们就会出现一些病理特征 所以下面我们第一个呢 先把这个气的生成好好讲一下 第一讲一下它的生成之源 刚才我们讲了气由精来 气由精生化而来 那人体之气呢 就源于我们的先天之精 所生化的先天之气 和后天水谷精微 所化身的后天之气 这个先天之气是父母给的 是本来就有的 你生下来就有的 而且你以前也没有办法 就是你以前是什么样 你后来也是什么样 就没有办法再改变的 为什么说生孩子的时候 父母要保存比较好的身体状态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身体状态 决定着孩子的先天之本 很多小孩生下来体质就很弱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先天之本很差 那有些小孩生下来特别好的 属于那种给吃就吃 不给吃就睡的那种 一天都睡二十个小时 然后其他几个小时醒来 也都是玩一玩笑一笑很少哭闹 这种孩子他们就是属于先天比较好的 先天身体素质比较好 因为孩子不会装 而且在孩子的世界里面 他们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思维 他们只要身体处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的时候 他们就会比较好戴 那些非常磨人的小孩 比如说他们晚上不好好睡觉 然后不好吃饭 总是要抱 哭闹得很厉害 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他们的身体不好 他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他们就会有一种本能的哭闹 然后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这种情况下 家长就要注意了 就是你要想一想 他到底哪里不舒服 而不是说我们的孩子天生不好戴 没有天生不好戴 这种就是生下来他就是一个脚 脚小孩 没有这种就是从思维上没有脚 这种孩子啊 只有身体上有这样的孩子 而且是后天没有办法弥补的 先天的后天没有办法弥补 但是后天这一块后天是可以弥补的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脚胃 我们脚胃运化我们的水骨精微 然后化身为什么呢 气血精液 这些所有的营养和能量都可以补充我们的后天之本 然后先天之本加上后天之本 就形成了我们整个能量的来源 然后形成了我们整个的精 知道吗 所谓的精气 然后这些精呢可以化身为人体之气 然后散布到我们全身的所有地方 包括我们的脏腑 所以我们每个脏腑都有属于 都有属于自己的气 但身体里又有循环的气 周流的气 所以气的来源是哪里 就是我们的营养物质 我们的先天我们的营养物质 第二个就是气的运动 这个气的运动就称为气肌 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气肌不调 气肌不调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气啊 身降出入的出了问题 本来是应该这样运动 它反着运动 或者说它不运动 都是气肌出现问题的一些表现 气充斥着我们全身每一个地方 我刚刚讲的五脏六腑 但是它也外达筋骨皮毛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 它就是一层皮 它有气 它有胃气在保卫着我们 然后呢处处发挥着推动和调控 人体身理机能的功能 我们之前讲了在我们皮肤表面 是不是有胃气 然后在我们血管里面是不是也有气 推动着血的运行 叫做盈气对不对 是有盈气吧 所以胃气和盈气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在我们身体里运动的气 如果我们的胃气不能保护我们的身体了 所谓叫什么 这个表气不顾吧 我们就会生病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的盈气 不能够很好推动血的运行 这时候就会出现什么 血流缓慢或者是淤血 所以说气无处不在 那气的主要形式有什么呢 有身降出入 所谓的身就是指气自下而上的运行 讲圆圈运动的时候 自下而上的气有哪些啊 肾气干气和脾气对不对 这是股脏的这个气机 那降呢是指气自上而下的运行 从上往下降的气 圆圈里面有哪些啊 有胃气 胆气 肺气和心气对不对 这个心 心气要往下走 肾气要往上走 然后肺气和胆气随着胃气下降 从右边随着胃气下降 大家想一下那张图 然后左边呢 肝气 肾气随着脾气往上升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身降 那出呢就是气由内向外的运行 我们讲肺气的宣发 所谓肺气的宣发 我们往外呼气 包括我们的皮毛 这种气体交换 都是靠肺的宣发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把体内的浊气排向体外 那入呢就是吸气 我们的毛孔也会呼吸对不对 是指气自外向内的运行 就清气就进来了 我们才能有氧气的供给 对不对 这个是靠什么 肺气的速降功能 就是把气吸进来以后 它把它降到我们的肾 肾纳气 然后提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氧气 所以说 从大的方面来讲 气的主要的运行方式 就这四种 身降出入 那脏腐之气的运动规律呢 心肺的位置在哪 在上面 对不对 心肺在我们的上胶 所以呢 这口气要降 这气啊要往下降 然后肝肾的位置呢 在下 这个气要往上走 全是圆圈理论 然后脾胃属于土 居中间是我们的中轴 脾气身带动肝气和肾气身 然后胃气降 带动我们的胆气肺气和心气降 然后脾胃之气 斡旋在其他的四脏之中 然后呢 帮助其他四脏之气进行身降运动 如果 当我们的气肌运行失调的时候 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气肌不畅 它可能会有哪些表现呢 第一个就是受阻 局部组织不通 所谓气质 气质是什么意思 就是该伸的气没有伸 伸 停留在那儿 该降的气没有降 停留在那儿 那叫什么 气质 就是什么 堵在那儿吧 我们经常会觉得 哎呀就是有一个部位 比如说我们的右下腹会疼痛 有的时候 右下腹会疼痛是什么 就是胆气 急在那儿了 它没有降下去 就堆在那儿了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又会左边的斜下疼痛 这是什么 就是肝气它上不来 它淤积在哪儿了呢 它淤积在我们的肋骨这个地方 斜下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经常会觉得 有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 就会觉得痛 还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胸闷 胸闷其实也属于一种什么 气质 胸口之气啊 后面讲到这个气的分 这个分类的时候 就知道胸口有中气 这个中气 淤积在那里 你就会觉得 哎呀呼吸不畅 这些都属于气质 那气线是什么呢 气的上升不急 或者是下降太过 什么叫上升不急或者下降太过 气线 就是本来说什么呢 我们的肝气啊 应该往上走 对不对 肝气是不是要往上走 结果呢 肝气没有走 然后呢 就陷在下面 陷在下面就叫做气线 就它不往上走 它往下陷 这叫做气线 或者是什么呢 我们脾气要往上走 结果呢 脾气不深 然后脾气淤积或者是脾气下陷 脾气下陷有没有啊 当然有 所谓的脾气下陷就是中气下陷 中气下陷会导致什么 这个脏腑都拖不住了 什么胃下垂啊 子宫脱锤啊 还有脱缸啊 脱缸啊 这些都是气下陷导致的 中气下陷导致的 这个气往下陷 还有张细全先生自己研究出来的 确实之前也没有人讲过 就是我们胸中之气也会下陷 胸中之气下陷的时候 人就会什么 慢慢的就会头晕 慢慢无意识 后面讲到宗气的时候 我们再讲啊 这个宗气就是胸中之气 宗啊就是祖宗的那个宗啊 不是中间的宗 中间的宗指的是脾胃之气 胸中的这个宗 是什么啊 祖宗的宗 这个宗气也会下陷 这就叫做气线 另外呢 气的上升太过下降不及 叫气腻 气的上升太过下降不及 叫做气腻 什么叫上升太过啊 就是气这个 气走的太猛了吧 有的时候干阳上抗 这个干气就上冲 你就会一下子觉得 那个干气往上走生气的时候 叫怒发冲关 这个气碰的一下就顶上去了 顶上去以后会怎么样 会头痛 会头痛 好像头发都要竖起来了 就怒发冲关了 这叫什么叫气腻 就是气上升的太过了 下降不及呢 就是胃气不降吧 胃气上腻 胆气肺气都会上腻 这种气就是本来应该往下走的 它不往下走 它往上面走 知道吗 这个气它不往下走 它往上面走 所以它就会产生这种气腻 本来的路线相反的方向 就是气腻 然后呢 气托 气托就是气的外出太过而不能内守 我们的气都有固舍作用 什么肾气有肾气的固舍作用 脾气有脾气的固舍作用 这个气托的时候 就是它的固舍作用已经失调了 已经不能控制我们的气肌了 我们的气就往外散了 这时候人就怎么样 人就死了 所谓气托跟羊托差不多 因为气属羊 当我们 这个我要讲马拉松 这个马拉松比赛的时候 羊托其实什么 就是气托 气随经械 大量的这种经验的长时间的消耗 人就瘪了 你看那些马拉松运动员 一个个说的都像肝 我真的建议你们去找一些马拉松运动员 看一看 它们不是晒的黑啊 它们是就是黑 它们的脸色就是灰黑色 为什么 这个血液 精液消耗的太大 然后气随精脱 气随精械 然后它们其实什么 气肌也是散的差不多了 然后那些所谓的 所谓的突发性心脏病 就是这个气随着精液走的太厉害了 然后固设作用没有了 气脱了 这时候人就死了 就气就散了 你知道吗 就飞走了 叫气脱 然后气闭是什么 就是气不能外达而欲结在内 这叫做气闭 就是气闭在里面 不能跟外面这个 叫什么 相呼吸也好 或者说 相互交换也好 这个气肌不称 淤积 肝气淤解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肝气是不是要生发的 它没有生发 肝气下陷和肝气淤解 还不是一回事 肝气下陷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输泄出现问题 但是肝气淤解以后 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肝风内动啊 或者是肝育深热啊 所以它这个 这个气壁主要表现在都是肝气方面 就是它淤积在那儿了 知道吗 肝气淤解 我们很少听到什么 心气淤解 脾气淤解 我们是不是几乎没有听过 或者说肾气淤解 但是唯一会有淤解的是什么 就是肝 因为肝它要的是生发 它的这个动作就是生发的一个动作 其他的这个 其他因为这是它五行决定的 其他的没有 但是只有唯独肝 它的运动就是要生发 所以如果它不能生发 它淤解的时候 它就会就有这种淤解在内 气不能外达 它就会这样 还有一些什么 这个阳气内壁 然后不能外达到我们的 这个筋骨皮毛 也有也有这种可能 然后呢 你就会觉得什么 外面特别热 然后里面呢 外面特别凉 因为里面的热气散不出来 这个热气啊 这个气啊 闭在里面 所以呢 不能外达到我们的皮毛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哎呀 就老觉得冷 穿衣服也觉得冷 但其实呢 是一个热症 因为这个热气全部闭在里面 散不出来 是有这种情况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什么 真热假寒症 真热假寒症 就会有这种 气壁在里面 热气壁在里面 出不来 当然也有寒气壁在里面 出不来 这种也很多啊 所以这就叫什么 气肌 不能外达 欲结在内 就是气壁 气壁 我们再来看气的分类 呃 气到五脏六腑就分到 分到这个每个脏腑之气了啊 但是它总共呢 有几个大类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啊 比如说这个元气 这人讲说这个人元气足不足 是人体最根本最重要的气 是人体活动 生命活动的原动力 由先天之本生化而成 这个就是老天爷 而不是父母给的这个先天的 不是老天爷给的啊 就是父母给的先天之气 这个元气 常在我们的什么圣经中 然后元气呢 通过三胶流行于全身 内道五脏六腑 这个外道肌肤凑理 是人体最根本最重要的气 其实就是先天之气 这个气也没法补啊 先天之多少就是多少 第二个呢 是宗气 这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张锡淳先生讲的 就是停留在我们胸中的气 所以宗气的概念是 由骨气和自然界中的氢气相结合 而集聚于胸中的气 既有我们体内养分共挤的气 也是什么 从自然界呼吸进来的氢气相结合 我们现在讲话 我们现在人这个 不管你讲不讲话 活不活动 我们胸中都是有一口气的 胸中都是有一口气的 所以你讲话如果声音很大 就说明什么 你宗气十足 如果你这个讲话声音很小 讲不出话来 你这个就是宗气微弱 宗气不足 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宗气 它属于后天之气 身理功能方面呢 它可以推动呼吸 然后贯注于心脉 推动血型 然后呢通过三胶运行于旗下丹田 来滋补我们的先天之气 其实是什么 就是还是周流全身吧 所以说肺主气 我们胸中之气啊 可以就是协调或者说 可以主导我们全身之气 这个宗气可不能下线 这个宗气一下线 人就会觉得头晕 还有什么喘不上气来 然后一口气闷在下面 就特别想什么深呼吸 就要好像要非常费劲的提上一口气来 哎呀才觉得舒服 一定要深呼吸 这个脉象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轻轻的按下去 根本感觉不到 中重按的时候呢 能感觉到一些 但是沉迟微弱 这个主要指的是右脉 因为在人体右为气 左为血对吧 那为什么会这样 宗气本来应该在上胶 因为它是在我们的胸腔 所以正常的人轻按这个脉的时候 是能感觉到肺脉的跳动的 只不过有些人比较有力 有些人比较细弱 那现在中气下线了 所以轻按这个脉的时候 根本感觉不到肺脉的跳动 它为什么会下线 就是因为虚 所以常常说气虚而线 此时病人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症状 就是呼吸不畅 气吸不顺 这种不畅主要是呼不出气来 不是吸不进来 因此他呼吸的时候好像是在喘 就喘吸啊 但不是那种耸肩拼命吸气的喘 而是要深深的吐气 把气呼出去 然后中中按这个脉的时候 感觉是陈迟微弱的 这种脉相通常就是我们讲的阳虚的脉相 那我们怎么辨别 这个患者是一般的肾阳虚呢 还是中气下线呢 就要依靠问诊了 就是问症状 我们想如果一个人 他是肾阳虚的话 他一定会有阳虚的症状 对吧 比如说特别怕冷 怕风 手脚冰凉等等 但是如果这个人有着阳虚的脉 却没有任何阳虚的症状 反而是呼吸不畅的症状 非常明显 另外还有精神昏溃啊 心思脑力不足啊 肢体酸缆等等现象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 他是中气下线了 经常我们说这个人 他好有福气啊 在睡梦中就去世了 就毫无痛苦 然后呢张希传先生就研究这个事 他就认为 一个人身体好好的 他是绝对不会毫无征兆的死掉 哪怕是他到了年纪 到了80岁90岁也好 他不会因为身体好好的就这么死掉 他一定是有死去的原因的 后来他在不断的这个治病啊 还有这些研究病病案啊 他还有他说他曾经有一个朋友的妹妹 就是很年纪很轻 但是有一天晚上睡觉 第二天晚上就再没有醒来 然后他就研究这些人 他就发现这些人 他们一定是中气下线 就是慢慢慢慢胸中的这口气啊 其实是降下去了 他们所谓没有什么征兆 可能他们认为 我有点头晕啊 我有点喘不上气啊 这些都不叫做病理 这些我都不叫做生病 我只是觉得有点累 我只是觉得有点呼吸不畅 他们认为可能这不叫病 但是这其实是一种气机下线吧 然后如果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不能推动我们的呼吸 不能灌注心脉推动血型的时候 他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中气下线 还是蛮需要注意的 尤其是老年人 当然张细纯先生也有办法 就是深腺汤 这个深腺汤 基本上吃上几副 这口气就提上来了 深腺汤我们后面会介绍 然后那个你们在百度一下 都能百度到张细纯先生的深腺汤 那个前几期有一个学院的妈妈也是 就是老有这个心道问题 然后他就觉得呼吸不上来 呼吸不上气 然后我给他用的这个药里面 加了深腺汤的几味药 黄芯啊 生麻啊什么的 结果他用了之后 一下子就感觉到 哎 气机顺畅了 就这口气就被提上来了 他觉得呼吸顺畅了以后 哎呀 他的其他的这种心灶的这种症状啊 还有头脑的症状 就立刻消失了 就是中气 然后刚刚我讲了中气充肾的人 他语言啊清晰 声音红亮 那个中国好舌头 那个华少 他一定中气很肾的 如果他中气不肾的话 他的舌头绝对不会那么灵活 能讲话那么清楚 用那么快的语速念广告 他的中气一定很充肾 反之呼吸短处 微弱 语言不清 发声低微 这个发声低微啊 一定是什么 这个声讲错了啊 这个声音的声 发声低微 一定是 他的中气不足 一定是中气不足 然后中气灌注于心脉 促进心脏 这个中气灌注于心脉 促进心脏推动 血液运行 因此 反血液的运行 这个心脖的力量及节律等 都和中气有关 中气充肾 则脉迫徐缓 节律一致而有力 反过来 耐之急躁 节律不规律 或者是 微弱无力 因此 我们在治疗心脏病的时候 我上次就讲了 我说心脏啊 是人体最重要的脏服 你说这个心脏 为什么不会得心癌 为什么心脏上面不会得肿瘤 其实也是身体对他的一种自然的保护 就是不会让他发生这种病情 但是心脏和什么有关 和气血有特别大的关系 心脏要病 只会病气血精液 记住啊 心脏要病 只会病气血精液 所以如果你有心脏病的话 你就从气血精液去考虑 比较常见的是淤血 精液不足 就会导致我们什么 停跳 早薄 所以用炙甘草汤 炙甘草汤就是补充精液的 那同样 如果你大气下 这个中气下陷 这个张希传先生讲的是大气下陷啊 讲的就是中气 这个中气下陷 下陷 就会导致我们的节律 不规律吧 所以有的时候你心脏病 你千万不要 这个 心脏病出现 千万不要这个 救星论星 一定要从气血精液去考虑 可能有的时候 你帮他 用一点这个生腺汤 提提气 他的心脏立刻就舒服了 尤其是老年人啊 气腺是很正常的 你给他用一点这个生腺汤 他马上把这个气提上来以后 他一下就觉得舒服了 他的心脏问题也迎刃而解 甚至马上就消失 这是第二个 中气 它是停留在我们胸口的气 第三个 银气 这个银气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它是在哪里流淌的 它是在我们的血脉中 营运不休 称之为银气 它是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 带动着我们的血型 同样如果银气有发射问题 银气这个就是比如说 推动血的这个力量不足的时候 我们心脏会不会有问题 那当然会有啊 我们心动过缓 这个心血不足 跟银气有没有关系 太有关系了 所以这个银气在跟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银气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我们脾胃蕴化的水骨精微 所有的气其实都是来源于这个精吧 来源于我们的营养 然后水骨之精化为水骨之气 比较精华的部分就化身为银气 就是最好的那一部分给了血 然后到进入我们的血液中 然后呢进入脉中运行全身 然后这个银气 注于脉中化为血液 它其实是跟我们的血密不可分 所以银气与精液调和共注脉中化成血液 并维持血量充盈 可能这个地方有同学问 怎么什么银气跟精液调和 我们后面讲到精液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所谓的血就是银气和精液 然后两人经过这个新的赤化作用 就好像是什么化学成分 血是什么引起的 血是什么做成的 血就是银气和精液做成的 然后经过新的赤化作用之后 就变成了血 所以精液少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少 你流太多的汗 其实就是什么耗伤我们的血液 就是在耗血在流失血 所以流血多的人他绝对不会出汗 然后出汗多的人他的血就会少 为什么有些人他在健身房运动 大量的运动之后 他就会大姨妈少 因为你的姨妈血已经不够了 你身上的血大量的血随着精液外泄 或者说精液外泄之后 你治血的这个原材料就少了 你原材料少了之后 你血少了之后 哪里来的姨妈血没有了 没有姨妈血可以供你浪费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去 那么多女孩去健身房运动的时候 几个月以后他们就必经了 就是这个原因 后面讲到精液的时候 精液和血的关系的时候都会讲到 你就知道这个盈气和精液调和 然后在我们的脉里就可以化身为血液 然后维持我们的血量充盈 同时呢通过血液的流淌滋身全身 如果是盈气少就会引起血液亏虚 盈气少引起血液亏虚 不仅仅是我们推动这个血液流淌的这个速度慢了 引起血液 还有一个就是它是血的原材料吧 这个原材料要少了的话 血液的产生也会少 所以也会导致我们的血液亏虚 血液亏虚以后就不能营养我们全身的脏腑 我们的脏腑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 然后呢导致我们的生理功能减退 这个就是盈气啊 这个就是盈气 就是行走在脉中之气 然后胃气 然后胃气 再来看一下胃气 这个胃气呢 胃气是行于脉外而具有保护作用的气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胃羊 因它有保护人体避免外邪入侵的作用 所以称为胃气 这个胃气呢来源于脾胃蕴化的水骨精微 这个水骨精微化为水骨之气 然后其中标悍华丽部分不能进入脉中 只能行于皮肤之中 然后散布于全身 所以胃气呢没有那么精细 营养成分没有那么充足 所以它就在我们的身体表面保护我们的身体 所谓的标悍啊 然后呢比较有营养的那一部分就进入了我们的血脉 那就是盈气 然后胃气有防御外邪 温养全身和调控凑理的生理功能 温养全身主要体现在维持人体体温相对很定的方面 温养全身就调节我们的毛孔吧 比如说我们这会儿冷了 它就把毛孔闭上防止这个外邪清洗 比如说我们这时候身体里面很热的时候 它就把毛孔打开 让我们把体内的这个热气给它散出去 所以它有调节体温维持人体体温相对很定的这个作用 这是胃气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啊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第五部分就是分给我们脏腑的气和经络的气 这个脏腑的气或者是经络之气 所以经络也是啊 所以这个经络也跟气一样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 到现在为止这个现代医学解剖也没有办法 就用最先进的仪器也没有办法看到经络 而且我们讲所谓的这个穴位就更加神奇了 我们说哎这个什么什么足三里啦 什么对吧 三阴交啦 就是我们最少什么中腕啦 官员啦 我们经常讲这些穴位 但是解剖的时候 在这些点 看不到任何的 易于其他部位的这个肌肉组织 更加看不到什么筋络像一条线一样的 更加看不到 根本就没有 但它存在吗 它当然存在 而且它还有气 运行经络之气 所以我们说 经络气积淤阻 就会导致我们的经络不通 经络不通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麻木 或者是活动不灵或者是疼痛 这些都很神特别神特别玄 因为我都是我们用肉眼没有办法看见 然后人对于看不见的东西都会有一种什么 认为它不存在 或者认为它特别玄 但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对大自然的感应啊 已经越来越差了 古人这个天天人合一的时候 他们就能感受到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 因为我们的心不静 我们已经感受不到我们的气机运行 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尤其是经络之气 我们经络之气经络淤堵 气血淤堵 就会导致我们很严重的 关键疼痛 这个腰腿疼痛 或者是这个肢体活动不畅 麻木 手脚麻木 甚至是头晕头痛 那脏腑之气和经络之气 都是全身之气的一个部分 一身之气分不倒某一脏腑 或者是某一经络 就成了这一个脏腑和经络的气 然后脏腑之气均分阴阳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脾气 脾气分脾阴脾阳 肾气分肾阴肾阳 然后其中良润 宁静有抑制作用的气 就叫做阴气 具有温序推动兴奋等作用的气 就叫做阳气 正常情况下 阴气和阳气是相互协调 维持着身体的平衡 然后但请记住 肾阴是一身阴气之本 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 肾阳是一身阳气之本 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滋 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我们想补身上的阴气 我们一般都是从哪里补啊 从肾阴入手 那之前我们老有同学问啊 说肝阴不足怎么补肝阴 当然我们可以用药 但是用药的时候 一般都是从肾阴补 比如说我们吃六味地黄丸 阴虚的人吃六味地黄丸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 我脾阴不足我吃六味地黄丸行不行 当然可以 我肺阴不足我吃六味地黄丸可以 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我专门吃麦冬滋补一下肺阴 我吃点天花粉都可以 但是你要想从根本上改善你身体的体质的时候 我们都从肾入手 为什么 因为肾精为一身之本 那个精啊 精气的精 肾精为一身之本 我们的先天之经后天之经都藏于肾中 所以我们滋补肾 其实是什么 在调我们的根本 同样 肾阳是一身阳气之本 所以我们滋补肾阳 我们用这个肾气丸 贵府 帝皇丸 对吧 幼龟丸 滋补我们一身的阳气 我们就会觉得 哎呀阳气生发了 哎呀我们浑身都觉得暖和了 激发了我们的心阳也好 脾阳也好 肾阳也好 都可以从肾阳入手 所以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 就是这个意思 哎 振奋我们的阳气 都是什么 父子吧 细心吧 都是 或者是无猪鱼 无猪鱼可以这个振奋我们的肾阳啊 就是这些阳气都是从什么 都是从 其实都是从肝肾 入手的 它可以 把我们一身的阳气都振奋起来 然后滋补我们一身的阳气 所以我们吃了这个肾气丸以后 金粿肾气丸也好 肾气丸也好 贵府肾 那个帝皇丸也好 也好 我们都会觉得 哎呀慢慢的浑身好像都觉得暖和了 好像手脚开始觉得暖和了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脏腑之气不足 一般就会出现推动 调控 固涉 这个防御等作用的减退 所谓的这些 其实都是各个脏腑的生理功能 这个推动也好 调控固涉 这些都是各个脏腑的生理功能 然后出现虚弱无力的病症 比如说阴气不足 就是脏腑阴虚 阳气不足就是脏腑阳虚 然后最后就是什么 气不足之后 就会导致我们的阴阳不协调 因为气里面就有阴阳 如果你气不足 就会导致阴阴阳不协调 然后出现一些病症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气 你结合一下自身的情况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会有气虚啊 气虚就是没有力气啊 当我们的气少的时候 我们就气虚对不对 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就会气腻对不对 然后当我们这个 经常会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 我们就会气质 对吧 所以气 你们去看一下明家一案啊 你就会发现这个调畅气机 是他们用的最多的手段 就经常尤其是慢性病啊 慢性病 还有一些所谓的疑难杂症 他们特别喜欢从这些所谓的明家一 写个一案里面啊 你们就会发现 特别喜欢从调略气机入手 其实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圆圈理论 那个黄元玉先生用福灵 身体用半下降胃 不就是调畅气机吗 那你说那个 那个叫什么 彭子义先生 他写的那个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他认为肝是百病之源 所以他治病的时候 他最喜欢调畅的什么肝胆之气 疏肝理气 那我们讲到现在的这个 嗯 张绍琴先生 他调畅气机 他都用伸降伞 他治疗什么肾病也好啊 心脏病高血压 都是用伸降伞来调畅气机 还有那个我们的金方里面有一个四逆伞 这四逆伞和四逆汤是两码事啊 这个四逆伞它是什么 它是调气的药 它里面就是三味药 柴虎 纸石和半勺 他调畅的是你的气机 肝胆的气机 舒肝理气的气机 所以气特别重要 你只有气机顺畅了之后 你的血你的精液 才能够正常的舒服 否则要么就会淤积 要么就会变少 所以气是最根本的先讲 然后我们再讲血 血是什么呢 血是水谷精微和圣经 这个水谷精微和圣经 是血液化身的这个基础物质 其实就是它根本来源 就是水谷精微和圣经 化身而成的 然后在我们的脾胃 心肺肾等脏腑的共同作用下 经过一系列的气化过程 然后化身为血液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这个混合品吧 或者说是一个 经过化学反应的一个东西 经过反应而生成的一个东西 是气化过程 跟精液进行气化过程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的血液 看一下血液的运行 这个血非气不运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血它是自己不会流动的 它一定要通过气的推动 它的正常运行需要三个 第一个就是气的推动 第二个就是宁静作用的协调和温序 第三个是与量润作用的平衡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做这个宁静作用的协调 然后温序与量润作用的平衡 就是我们这个血既不能过热 也不能过冷 这个血必须是什么 是温的 如果血热它会 血热旺行 如果过冷 它会寒凝血淤 所以它的温度对于血来说特别重要 另外的就是气 只有这三个条件 接具备了之后 血液才能够正常的运行 如果说气中阳气部分的推动和温序作用减弱 而阴气部分的宁静和量润作用偏强 就会怎么样啊 温度就会低吧 温度一低了以后 血运就会迟缓 四肢就会发凉 就是我们的寒凝血运啊 只要血不能够到达我们的四末 我们就会四肢发凉 然后呢 这个如果阴气部分的宁静量润作用太弱 这个阳气推动和温序作用偏抗 就可见血流速度过快 这就是血热旺行了吧 它就会行鱼脉外 就会出现流鼻血啊 这个渴血啊 这个渴血啊 吐血啊 这些或者是血崩 这些就是血流 血热旺行 不能够正常在脉中运行 它就会出现这种出血的症状 因此 气中阴阳部分的相互协调 才能使血液在脉中正常运行 它要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气 所以叫做血非气不韵 另外 血的运行还需要气的固舍作用 五脏六腑之血 全赖脾气同舍 这就是脾的同血功能 后面讲五脏的时候 会讲到脾的同血功能 就是说 我们全身的血啊 能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 正常的运行 主要是由脾来捅舍的 比如说这个人 如果这段时间 非常非常的累 非常非常的辛苦 心思比较多 思虑比较多 他伤了脾以后 他比较容易出现 什么吐血啦 血崩啦 这种 所谓的 血 这个血液在这个脉外 血型 在脉外这种情况 所以说 我们很多时候 治疗这种血崩的时候 只要从 这个健脾气 或者说补皮血 入手就可以了 经常用的是 龟脾丸 或者是人身健脾丸 但也有种可能 就是 血热 忘形 就是血的这个温度太高 导致他 肆意这个行走 行出脉外 这时候光补皮 补气 没有用 还要凉血 还要凉血 这个我们后面讲到 真正的方子的时候 我们都会讲到 然后 血的运行 还需要迈到的 畅通和完好无损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 不能被堵住 我们的血管里面 不能有这种多余的脂肪 不能有这种弹湿 不能把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 本来比如说我们的血管 是八车道的 然后呢 被一些病理这个产物堵住了 现在只剩下四车道了 那这时候我们的血液 肯定流的不是很通畅 甚至会产生淤堵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持 我们的脉道通畅 然后血的运行 还与血液的轻酌和粘稠相关 比如说血液中痰酌较多 或者血液比较凝稠 就可致血型补畅和淤质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凝血症啊 还有什么血脂比较高 对吧 它都会是什么呢 它都是说你的这个血啊 就是说这个人的血液 已经不轻了 像我们这种人的血液 其实是粘稠适中的 它肯定比液体要更粘稠一些 但绝对不会凝块 但是有些人因为他们可能 这种肥肝油腻吃的多了 或者是本身痰湿体质 这个痰酌病理产物 这种痰酌就比较多 然后如果它在血液中的话 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过于粘稠 这种过于粘稠的血液 就气就无法很 这个很有效的推动它 它的流起来就不是那么畅通 经常会有淤质 那个什么凝血症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以前有一个领导 他说我身体都很好 就是有凝血症 为什么 是因为他酒肉太多了 他整天在外头应酬 他酒喝的太多 肉吃的太多 就导致他的血脂比较高 所以他的血就不像人家那么亲密 他的血流当然不畅 然后另外阳邪轻入 就可出现血肉忘形 一出脉外 就是我刚刚讲的 血的温度太高 然后如果是寒邪轻入 就可能出现阴寒偏肾 寒淫血淤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淤血吧 阴寒体质的人很容易有淤血 治疗的时候就怎么样 一定要温阳才能化淤 如果你只是化淤 不温阳的话 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 改善它的这个情况的 就算你把这块地方 淤血给它化了 它可能会在其他地方 又产生新的淤血 是因为它阴寒的体质 同样你血热忘形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用药 把这个血止住了 但是它的温度比较高 它一样会出血 比如说它鼻子流血了 你硬给它止住了之后 它可能会吐血 为什么 因为它血的温度高啊 血热忘形 血会乱窜啊 它就会溢出外卖 所以这个时候 在治疗的时候 不但要用气控制它 另外 你一定要凉血 凉血才能导致 它这个血的温度下去 它的血才能正常的 在脉中行走 然后再看一下血的功能 血主要有乳氧和化身 两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个乳氧的作用 就是血液 是由血苦精微所化身的 对吧 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 这个丰富的营养物质 然后呢 对全身各个脏腑 它都有这种滋养乳氧的作用 比较明显的就反映在 我们的面色 肌肉皮肤毛发感觉和运动等方面 面色就是 如果你血色冲 血比较充盈的时候 你的面色就是什么 比较好看吧 红润对吧 有光泽 如果在肌肉的话 如果你血比较充足的话 你的肌肉就比较发达 你的肌肉就比较有弹性 有力量 皮肤也是啊 皮肤有光泽比较乳润 像这个淤血的人 他就很容易皮肤假错 尤其是腿部皮肤 脚后跟 因为本来血 它就会放弃我们的这个四末 就是当我们的血虚的时候 身体会出一种本能 放弃我们的四末 所以我们都会从四肢开始 比如说我们的手上皮肤比较干 脚后跟比较容易开裂 然后我们的腿部的那个皮肤皮屑比较多 甚至出现那种龟皮 都是因为血虚和淤血造成的 然后毛发 像我们的血虚的人 他的毛发就会没有什么光泽 头发会比较枯黄 甚至是落发 然后感觉也不是很灵敏 运动呢 就是不是很协调 运动的时候肌肉没有力量 这都跟我们的血有关系 血虚的人他一定什么不爱运动 这也是什么 这也是身体的一种自我的保护吧 因为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血就会到我们的四肢 然后血不够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本能的反抗 所以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 我们的血是否充足 血的营养是否发挥到了 它应有的作用 这是乳养方面 第二是化神方面 血是机体精神活动的主要物质基础 人体的精神活动 必须得到血液的乳养 才能产生充沛和舒畅的精神活动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气血很旺盛 我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好 我反应特别敏捷 我思维特别敏锐 这个跟血有很大的关系 你想如果是一个血虚的人 有淤血的人 他一定常常觉得什么 脑子不够用 为什么人家说生个孩子笨三年 有听说过吧 生一个孩子笨三年 就是因为你生孩子的整个过程中 其实是气血大量消耗的过程 当你气血大量消耗的时候 你想想看你怎么可能有思维 这个敏捷的思维 有这种超强的记忆力 你肯定是 这方面肯定会退化 会弱化 就是因为你的气血已经供给孩子了 或者说随着孩子这个就是失去了 然后你就会有这种所谓的笨三年这种反应 然后出现一些精神疲惫 健忘 失眠多梦 烦躁 经济这些其实都是我们 经常是我们产后的一些症状吧 产后经常会出现这些吧 同样 如果你生病了 你气血双虚 你就会这样 睡不好觉 心烦 还有那些比如说大失血的人 大出血的人 他们也会有这种 就是精神不济 思维不够敏捷 然后神志无法安宁的这种状态 就是因为我们的血少了 为什么那时候罗大伦老师特别提倡玉林糕 玉林糕就是西洋森加桂圆肉吧 然后煮40 就蒸40个小时 它是补气血的 很多人说我吃了玉林糕以后 我睡眠一下就好了 其实睡眠是什么 就是血啊 就是气血啊 安神呢 它安的不是你的神 它其实什么 补养了你的血 但你的血一旦充沛了以后 你的神志就比较安宁 神志比较清晰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 该睡觉的时候睡觉 该醒的时候你就会醒 你醒的时候也不会觉得什么 疲惫无力 老想睡觉 所以这都是气血 为什么说人家说活 女人要气血 其实男人也是一样 男人气血不足的也太多 男人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过了40岁以后 记忆力非常差 为什么 这也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经常人家说玉林糕女人吃 玉林糕男人也可以吃 男人为什么不能吃玉林糕呢 男人气血就没有问题吗 他们一样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什么乌鸡白饭丸 只有女人吃 玉林糕只有女人吃 什么加月香饭丸 只有女人吃 这些都是错误的概念 中药不分男女 只要六味敌皇丸 肾气丸 只有男人能吃吗 只有男人要补肾吗 这根本都是悖论 都是瞎讲的 只要是人体都是一样的 只要是人体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会有相同的症状 所以说玉林糕男人肯定是可以吃的 然后男人气血不足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种反应 所以血有化神的作用 它跟我们的精神 跟我们的情质有很大的关系 好 血液就讲到这儿 然后我们下面讲精液 精液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 这边要记得 它是正常水液 可不是说我们体内的那个痰隐痰湿 就没有办法代谢掉的那些水湿也是精液 不是的 所谓的正常水液 就是说可以被我们人体所利用的 是人体所需要的这个水液 才叫做精液 比如说我们嘴巴里面的这个唾和咸 唾液啊 咸液 这才是精液 而不是说我身体里我水肿 那是我们的精液 那可不对啊 它们是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下精液的生成 精液是机体一切水液的总称 所以它正常的 所以它是来源于哪里呢 它来源于我们的饮食水骨 通过脾胃的运化及脏腹的生理精能形成 你们这时候有没有发现 气血精液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由我们的水骨精微生化而成 这些都是我们的营养对吧 我们的水骨精微 为什么我们吃饭要重要 脾胃要重要 就是因为它可以生化这些东西 气血和精液 然后胃主受纳腐疏 然后吸收进来这个水骨精微的部分 水液精微这个精微包括了这个水液部分和营养物质 然后呢都是交给脾 然后用由脾来进行输布 然后呢这些食物经过胃以后到了小肠 小肠呢可以密别清浊 然后再将水骨精微和水液 这个水液就是我们讲的能用的啊 能用的精液 然后吸收以后再交给脾 再由脾进行什么 进行生化 然后输入到全身 经过小肠的食物的残渣 再到大肠 然后大肠再进行一轮的吸收 吸收水中 吸收这个残渣中的水骨精微和水液 水液 然后交给我们的脾 最后大肠不要的这些东西 才会变成糟粕和粪便啊 变成粪便 所以说这个精液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 要经过好几关 不仅仅是精液了 不仅仅是精液 只要是水骨精微 都会经过这些过程 然后在这些过程当中 每一步吸收的这些营养物质 都交给油脾 油脾来孕化 来生化 所以脾是最重要的 甚至有人说 我们的这个大脑啊 其实我们身体的大脑是脾 脾知道哪里需要什么 然后往哪里输送什么 就好像什么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牙疼 我们吃了消炎药 你想想看 你消炎药吃到哪里了 是吃到你的胃里 不是吃到你的牙里吧 然后 那你想想看 那个消炎药在你的肚子里 就那么一小颗消炎药 在你的肚子里 经过那么多 烂七八糟的东西一起 然后呢 吸收给了皮 皮 怎么就知道 要把那个消炎药 送到你牙齿这个地方呢 你说他怎么知道 他如果要是 速度到全身的话 你想想看 那么一丢丢的消炎药 输不到你的全身 那到牙齿那能有多一点 那其他不需要的地方呢 不就浪费了吗 所以也有人说 身体的大脑在皮 他就知道 哪里出问题 然后你的这个药进来以后 他就知道 要到哪里 要给到哪里 你想想看 我们那个 不是很多人有那个夹钩盐吗 我看他们吃的也是消炎药 我就是西医啊 我们就只是讲西医 因为中医它有其他的那个运行方式 中药 它是归脏腑归经络的 啊 我们想想看 你想想看西医的那个消炎药 是不是 夹钩盐吃消炎药 它就好了 那你说 是不是有脾输送到你那个脚指甲的 要不然的话 它怎么不输送到别的地方了 所以脾非常重要啊 脾是非常非常智慧 也可以说身体是非常非常智慧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胃也好 大肠小肠也好 吸收的所有的精华 最后都给了脾 然后由脾输不到全身 然后生化为什么气血精液 然后胃小肠大肠所吸收的这个水啊 水液 这些都是我可以被身体利用的 然后由脾来进行这个生化 它们这是一个过程 这就是精液的生产过程 然后再来看一下精液的疏布 精液的疏布主要依靠脾肺生 肾肝和三胶等脏腑生理机能的协调配合完成 为什么要这些脏腑机能啊 因为人是个整体啊 人是一个整体 不是说我脾就这一个东西在到处乱窜 不是的 它是靠各个脏腑的这种协调运行 所以你不需要知道什么具体的 哎我这个是怎么运行 那个怎么运行 你就知道身体一定是个整体 所以如果身体哪里生病了之后 它不可能什么 它不可能只是啊 我这儿生病了就这儿坏了 那儿生病就那儿坏了 它一定会影响到其他的 所以我们说要整体辨证才能找出病因 然后精液也是一样 然后精液疏布呢 主要是四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脾气将精液上疏于肺 通过肺的宣发和速降 将精液遍布全身 这就是肺吧 跟肺有关系的对不对 我们脾把这个精液给了肺 然后肺既有向外宣发 给什么 给我们的皮毛 然后让滋润我们的皮毛吧 又有塑降 然后将这个精液塑不到我们的全身 下胶 所以你说我的皮肤干燥 我这个皮上很 这个精液水分不足 你光喝水有没有用啊 没有用 你水进来之后 你还是水 水要通过你的脏腑的一系列的韵化才能变为精液 还要靠肺的宣发才能到你的皮肤 所以光喝水是没有用的 还有你光擦润肤露有没有用 也没有用 你要真正的想让你的皮肤水润 紧致 你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是加强你的身体机能 健脾对不对 然后呢 健脾之后你的这个精液才能够转化的比较充分吧 还有你的什么 废气吧 废气的宣发 你要补气吧 所以一个气血充足的人 一个气血精液充足的人 他的皮肤自然会好 整个身体整个生理机能状态比较好的人 他就会皮肤水嫩有光泽 你想想孩子和老人 你老人你在喝 你别说喝八杯水了 你一天喝十八杯水 你是不是能够皮肤水嫩啊 不可能 但小孩为什么就可以啊 因为小孩他这个功能比较强啊 小孩这种宣发的功能啊 他就比较强 他肺的功能就比较强 所以他整个身体机能在一个比较充足 在生长的状态 所以他的皮肤就会好 所以我们女人如果想保养自己的皮肤的时候 千万别傻 买很贵很贵的润肤水 然后整天擦润肤露 当然这当然有一定的外用效果啊 但是你一定要由内而外的养 养自己的气 养自己的血 养自己的精液 补自己的皮才行 第二个是 脾气可将精液直接向四周散布 到五脏六腑 就脾它本来就有这个功能 可以散布精液的功能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第三个是通过三脚将肠道的精液输送给膀胱 三脚就是我们腹部的一些小的通道 皮呢可以将一些不要的精液 一些肺的水通过这个三脚啊 然后输送给膀胱变成尿液 然后尿出去 第四个呢是通过中轴的这个转动 就是皮肥的小轮开始上下转动的时候 使精液上腾下达至全身 然后这个小轮不是这样转吗 在你的身体里转的时候 它就帮你把就像一个这个 怎么说呢 水车 然后呢就把你这个精液到你的 散布到你浑身的脏腑 脚脚落落 就基本上就是这四个方式 所以说如果脾尸建韵了 就会导致水液停聚 或为弹饮或为水肿 脏腕脾腮等 这些都靠脾吧 如果脾是建韵 所谓建韵就是这个没有办法韵化 很好的韵化了 然后我们的水师就没有办法输布了吧 没有办法给上到 上输给肺或者是直接散布 然后就停留在身体里 停留在身体里就变成了弹饮 停留在皮肤下面就变成了水肿 所以很多这个治疗水肿的药 它都会用麻黄什么呢 就是帮你宣肺 帮你宣肺是意思就是打开你的什么 毛孔 然后让你在皮肤下面的这个水湿啊 给它散掉 为什么说麻黄可以出汗 其实就是这个 就帮你的肺宣发 然后把你体内多余的水湿给你散出来 散出来以后 你是不是水肿就消失了 就是这个意思啊 讲到最后还是什么 就是这四个途径 没能够很好的输布我们的精液 都会让水湿停留在我们的身体里 然后非有宣发和塑降两个重要的功能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然后通过宣发将水液输不到皮毛头面部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对吧 有水分 通过塑降然后将水液传送到身体的下部和内部脏腑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课上讲过啊 就是尿珠瘤 治疗尿珠瘤 尿珠瘤有的中医里面有很简单的办法 就是帮你什么 宣通肺气 让你的这个肺的宣发功能和塑降功能恢复 你的尿珠瘤就好 所谓的尿珠瘤就是有尿尿不出来 很多人尤其是手术以后啊 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尿珠瘤 就怎么也尿不出来 要插倒尿管 特别人特别痛苦啊 在西医上非常难治 但在中医上什么呢 只有两样东西 一个枇杷叶 一个枢叶 紫苏叶 紫苏叶是什么 帮你宣发肺气的 这个枇杷叶是帮你塑降你的肺气的 枇杷叶和紫醋叶 各抓一把 煮点水 喝掉 你咬一下就出来了 就是帮你把这个肺部的这个 宣发和塑降功能恢复 就是这个意思 就好像那个茶壶倒水啊 你如果茶壶盖上 你把那个茶壶盖上的那个气孔给它堵住 它里面水就倒不出来 就是内外压不够了 只有内外压相等的时候水才能流出来 对吧 它其实是一个道理 这个叫做中医里叫做提壶 不是 这个倒水接壶盖 就是这个意思 倒水接壶盖 就是这个意思啊 治疗尿珠瘤的时候 就是利用了这个功能 然后肾气蒸腾气化水液 肾气是身体的原动力 要推动各个脏腹 稳定发挥疏骨精液的功能 另外还要对膀胱中的液气进行再分离 为什么说跟这些脏腹有关 它其实是一个个在讲啊 这个肾气 这个肾气它可以蒸化水液 所以说很多这个肖渴 就是喝一壶尿两壶 这个喝一杯尿两杯的这种 是不是一种肖渴啊 肖渴分为上胶中胶和下胶 这个下胶其实就是肾气的蒸腾作用 减弱了或者是丧失了 这时候你只要吃肾气丸就行了 因为这个肾气丸你吃了之后 它有温氧化气的作用 什么叫温氧化气 就是把你这个水液啊给你气化了 这就好像烧水 你的火力不足了之后 你这锅水烧不开吧 那你怎么变成气化 怎么变成蒸汽给身体用呢 但是当你的火比较大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锅水能烧成半锅水 是不是水就变成了气 这些气就是我们可以 人体可以用的气化的水液 就是人体可以用的精液 可以输不到我们的全身 可以滋养我们的脏腑 然后剩下的水就变成了尿液 排走了 所以肾气真疼 它有这个气化水液的作用 当你出现这种消壳在下胶的时候 你吃肾气完就能治疗 它就是有这个作用 温氧化气的作用 还有本身精液肾气完 就可以消水肿 用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肾气是身体的原动力 可以推广脏腑发挥功能 就是它本身有这个气化水液的作用以外 它是它身体的原动力 它还可以让其他脏腑正常发挥作用 然后另外对膀胱中的液体进行再次分离 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们这个膀胱中的液体 从三胶排到膀胱也好 或者说是通过肺的速降下降到膀胱也好 这个膀胱中所有的这个液体 并不是所有都是尿液要被我们排掉 还有一部分 可以经过这个肾气的蒸腾作用 重新变成什么水蒸气一样的这个气 就是上述到我们的身体中 这就我刚刚讲的那个锅里面烧水 它再进行最后一轮的蒸腾和气化作用 然后实在是不能用的那些灼液才会变为尿液排出体白 所以说膀胱里面的东西也不是说全部都是尿液 还有一部分是可以利用的 是通过肾气的蒸腾作用 输不到我们全身的啊 然后这是肾对这个金液的作用 然后肝煮输泄 调畅气肌 如果气形则水形 促进这个金液的输布 如果肝湿输泄气肌淤结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气壁吧 气欲吧 然后就会影响金液的输布 产生弹饮水肿 即弹气相结合的 霉合气啊 阴流啊等病症 所以阴流这个脖子上 那爱生气的人都会有这种 甲状腺结结 霉合气 就老觉得这个嗓子眼里面有东西 好像吐不出来 像痰不像痰 像气不像气一样的东西 就霉合气 它其实是痰气相结合的东西 只要什么 只要这个疏干理气 然后用一点除极致的东西 就可以把这个流子给它散开 那个中医里面致这个甲状腺结结啊 阴流啊 都会用到这个海带 所谓海带就是昆布海藻 但是西医里面说 甲状腺结结 绝对不能吃海带 但是在中医里面治疗阴流 就是要吃海带 因为海带是什么 它是咸的 而且它还有可以这个散结的作用 散结的作用 不相信你们可以试试看 就是当你有这种结结的时候 你长期吃这个醋泡海带 你把那个海带泡在醋里面 每次吃饭的时候 抓一点点出来 当小菜吃 时间一长 你的这个结结就会散掉 当然 你要配合一点 蔬甘里气的药 比如说逍遥丸啊 加热逍遥丸啊 等等 所以中医中医的理论和西医 完全很多都是相悖的啊 非常很多都是完全是相反的 然后三胶围水叶和猪器命形的通路 三胶通力保证了各脏腑 这个疏部精液的道路通畅 精液在体内正常的疏部 留住不散 如果三胶水粒 水到不粒 也会导致水液停止 这样我讲的三胶就是我们腹部 这个三胶是腹啦 是腹 比如我们上中下三胶啊 三胶是我们六腹的中间的一腹 它是呢 它是呢 在我们的腹部 它是行水液的 然后也 这个气肌也可以流流动 然后呢 我们很多这个 胃肠道的这个液体啊 渗出来 通过三胶 然后到我们的 到我们的膀胱变为尿液 所以如果三胶不通力的话 也会导致我们水液停聚 形成痰隐 停留在我们的身体内部 所以综上所述 精液在体内的疏部 主要是依赖脾气的伸转 我们刚刚讲的脾有多重要对吧 然后肺气的宣降 肾气的真化 肝气的疏血和三胶的通力 其实对精液的疏部 都有很大的影响 就缺一不可吧 如果我说我生气的真化作用不强了 我身体一样可以出现水肿 如果我们肺气不炫 我们皮肤下是不是就会出现水肿啊 所以说 虽然主要依赖脾 但是所有的脏腹 其实对身体的这个精液疏部 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它们是一个协调运行的结果 第三个就是精液的排泄 精液的排泄主要是通过 汗液和尿液的排出来完成 除此之外 呼吸和粪便也会带走一些 我们呼出的气里面 其实也是有精液的吧 你把那个 你呼一口气在玻璃上 是不是就是玻璃就湿了 是不是又好像有 像一层水蒸气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的呼吸里面 其实是可以带走我们的精液的 然后粪便也当然是可以带走一些 那个好的便便一定是这个湿 湿润度适中的对吧 是成型的 太干肯定不行 太细也不行 所以粪便 正常的粪便是会带走一些精液的 然后尿液的排泄主要和 肾气的真疼有关 肾气的真化和 深疼作用失常 就会出现我们的尿少尿壁 和水肿的情况 这刚才我们讲到肾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所以如果你出现尿少尿壁 和水肿的时候 可以从肾论质 从肝肾论质 因为肝的出血作用也起到 也有作用 气急不畅 也会导致尿少尿壁 所以我们的尿液 如果出现问题了 我们都可以从肝胜论质 有的时候甚至什么 刚刚前面讲吧 从肺吧 肺气不宣 也会导致尿猪瘤 然后汗液的排泄 主要是依赖肺气的宣发 这个汗液 因为这个精液不是尿和汗嘛 所以分别讲一下啊 汗液的排泄呢 主要是依赖 这个肺气的宣发作用 肺气将精液输固于体表皮毛 然后化为汗液排出 这可以理解吧 汗主要是经过我们的这个宣发作用 所以我们如果想治病的时候 让这个人发汗 我们都会用到紫苏液啊 然后用到这个精介啊 然后用到这个麻黄啊 它都是帮助肺 恢复它的宣发功能的 然后用了这些药以后 就比较容易 把这个汗排出去 然后精液的功能 精液有什么功能啊 滋养 滋润 精液是有营养的液态物质 可以滋润我们的皮毛肌肉 然后输入于这个眼 耳鼻口 然后同时在人体内滋养脏腑 有顺住于我们的骨 脊 脑 然后滋养骨髓 脊髓 流入关节 使关节 滑力 屈身 自如 如果精液不足 以上功能将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 精液不足 是不是会生很多很多的病 当然会 精液对人体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精液不足的话 你就会眼睛干涩 流不出眼泪 然后鼻子里面像着火一样 咽干 口渴 这些都是什么 精液不足的表现 耳朵也是一样 如果你这个人阴虚的话 你会长期有嗡嗡嗡的耳鸣声 你肾虚的时候 你就会有肾阴虚 尤其是肾阴虚 就会出现耳鸣 然后呢 我们体内也是一样 你这些什么骨髓脑髓 这些都不用说了 那精液可以有滋润的作用 然后那个骨节最明显 对吧 如果这个人精液不足的话 他的骨节就会咔啦咔啦的响 有的时候甚至不能乳养我们的精脉 我们就不能屈身 一蹲下来 哎呀腿好疼啊 一上台阶腿好疼 或者说下台阶的时候腿疼 手膀子也是的 很多人这个手膀子屈身不力 得什么这个炎那个炎症 我都不懂啊 什么剑翘炎啊 什么什么网球肘啊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血和精液不足 不能乳养我们的关节 不能乳养我们的精脉 所以才会出现 屈身不足疼痛 这些症状 然后另个刘夕炎先生讲 讲伤害论 他讲就是全部都是精液 精液不足就会发烧 精液不足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 这个精液就只要身体里有什么实谐 都是精液去做斗争 所以他把精液讲到更高的位置 所以精液非常非常重要 像我们资因经常用到的麦门冬啊 生地黄啊 这些都是可以滋养精液 滋生精液的物质 像那个干姜干草汤 补中的 它让你干嘛 就是让你生精液 所以说精液对人体的乳氧绝不亚于血 知道吗 绝不亚于血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我们的精液 第二个它是充羊血脉 精液入脉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 精液还有调节血浓度的作用 当血浓度过高的时候 精液就会渗入脉中吸食血液 并补充血量 知道这个精液 看到没 这个精液就有点像什么细胞壁吧 我们的血管就好像我们的细胞壁 当我们里面比较浓的时候 这个精液就会渗进来 稀释我们中间的血液 不要让我们的血液浓度过高 它可以稀释我们的血液 然后帮助我们血液流动 并且补充我们的血量 然后当精液亏少的时候 注意啊 当精液亏少的时候 血又会从 血中的精液又会从血管中 渗出脉外 然后补充精液 什么叫血中的精液啊 血中的精液 血管中的精液 其实就是血的原材料吧 结果是血的原材料 它会从血管中又渗到脉外 补充我们身体的精液 因为 这相当于是人体的一种平衡啊 所以说 精液少了之后 血会不会少 当然会少 因为血管中的精液 就要出来补充它 所以说 这个精血同源 就是从这里来的呀 它们都是由水谷精卫化身的 对不对 但是它们像二者 又会相互的这个渗透和转化 你看 如果要是我们的血少的时候 我们的精液充足 没关系 血少你精液充足 精液可以渗入到这个血管中 来补充对不对 然后重新化身血液 但是当你的精液变得少的时候 你血中的精液就要跑出来 帮助身体的其他精液 或者说补充其他精液 然后你的血管里的血就变少了吧 所以说精血同源 这就是为什么不要大量出汗的原因 你大量出汗以后 身体的精液变少了之后 你的血液里的精液就会流出来 其实你就会血少 所以说流汗的人 大量出汗的人 血就会少 然后呢 如果是大量出血的人 他就不会出汗 他就会觉得浑身冷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精液啊 就大量出血 失血过多以后 这个人就会浑身发冷 为什么 因为 他的这个大量出汗 大量出血以后 这个精液也损失了吧 气也损失了吧 所以他会觉得冷啊 他流不出汗了 他温度就会变低 这是人体的一种保护 他不会让你再出汗了 你就会觉得冷 所以不要轻易的流汗 就是这个道理啊 精血同源 然后另外精液可以通过 排汗的方式 是调节人体正常的体温 如果你体内温度过高 出汗是正常的反应 所以小孩说 为什么小孩有那么多流 那么多汗 家长特别担心 因为小孩他们本来就是 这个阳气比较旺盛 他们体内温度就比较高 他们经常是要通过流汗的方式 调节自己的体温 要不然他们热啊 他们太热了 然后再讲一下气与血的关系 气为血之帅 包含气能生血 气能行血 气能涉血 三个方面 记住啊 我们经常说气为血之帅 血为气之母 气为血之帅主要有三个方面 气能生血 气能生血 因为气和经验 是血的基础 对吧 气能生血 气能行血的意思就是 气可以推动血液的流动吧 如果气不动了 血不就停那儿了吗 是不是 气能行血 所以我特别反对 就是高血压 这个高血压的人 他们吃降压药 你想想看 为什么要高血压 你这个血压之所以 就会变高 就是因为你血 推不动了 推不动之后 这个身体 它出了一种本能 就要调集 它的这个气 来推动 就增加气的压力 来推动血的前行 这其实是人的一种正常反应 结果你硬是用降压药 把这口气 把身体提起来 这个气 又给它压下去 所以人的这个 本来是提了一口气 肝肾提了这口气 来帮助血的运行 结果 你又用药 把这个气给压下去了 表面上好像 你的血压正常了 其实呢 其实你是破坏了人体 一种正常的什么 正常的一种 就是生理的这个调节也好 或者是生理功能也好 你伤害的是肝肾 所以说 几乎所有的降压药 都伤肝肾就是这个原因 本来身体是正常的 调集我们的这个气 肝肾之气 来推行血行走 结果你把这个肝肾之气 又给它打压下去了 那你们又会说 我们血压膏怎么会出现 头晕啊 头痛啊 这血压膏为什么 它是通过这个症状来告诉你 你现在生病了 你的血液推动 要花大力气了 你现在是身体有问题了 你要赶紧的开始干什么 调理你的身体你要治病了 这是身体向你发出的信号 所谓的血压膏 是身体向你发出的信号 结果你硬生生的用 这个降压药 把这个信号给它拦截了 给它切断了 然后表面上 诶我血压正常了 但是你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身体对你的警告 所以你都不知道 你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本来你可以通过 你的这种头痛 头晕 然后知道 哎呀整体辩证一下 我知道 哎呀我到底是气虚引起的呢 还是 我是有这个 其他方面的问题 气质引起的呢 还是我其他方面 这个脏腑出现问题了引起的 或者说我的血的浓度过高 或者是我有晕血了 就是 你可以知道我哪里出了问题 然后进行治疗 所以我特别反对的就是 吃酱压药啊 当你发现你自己有高血压的时候 一定要从调理气血本身入手 但是有些人说 我血压高 但是我没有症状 我要不要吃 当你血压高 没有症状的时候 肯定不要吃 酱压药 你血压高 就好像我比较能吃辣 我比较耐热 这些都是人体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反应 当我血压高的时候 我的血压就是这么高的时候 我人比较舒服 那你觉得他这么高好了 一定要看症状 血压高有症状的才是病 血压高没有症状的就不是病 然后气能涉血 刚才我们讲的吧 气能涉血就是统涉他 不要让他溢出脉外 不要让他血热忘形 不要让他乱窜乱流 所以气能涉血 气就包含这三个方面 然后统说 气为血之善 然后讲一下气能生血 血液的生化过程中 每个环节都离不开脏腹之气的推动和激发 然后本身的盈气和血精液 就是血液生化的基础物质 我讲的他们就是原材料 对吧 所以气充肾 血液就充肾 你气足的人 血液才有可能足 然后呢 气亏虚则会血虚 如果你气虚的话 血一定虚 为什么 原材料都少了 没有东西给你造血了 你当然会血虚了 所以临床上 在治疗血虚的病变中 常常以补气的药 配合补血的药 就好像八真汤 又补气 四个补气 四菌子汤 加上什么 四五汤 又补气又补血 依据的就是气能生血的原则 这是在治疗的过程中 在治疗的过程中 一般都会用到补气的药 第二个是气能行血 气能推动和调控血液 在脉中稳定的运行 血液的运行主要依赖于 心气肺气的推动和调控 以及干气的输血调畅 气充肾气调畅 所以气行血行 如果气少了 气肌淤质了 就不能推动血行 产生淤血 气腻甚至可能出现血液忘形 然后我们在治疗 这个血的问题的时候 一定会用到这个气的药 比如说挡身啊 补气啊 比如说穿胸啊 行气啊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这个升降伞啊 它直接帮你调理气肌 还有什么 这个你看那个西洋森 那个玉林缸里面 是不是也有西洋森啊 它补气吧 它补气的时候 补血的时候补气吧 这都一样的 然后呢 呃 思逆散也是调畅 调畅气肌的 气肌淤质 它这个血就流动的不畅 所以呢 要行气 如果不行气的话 就会产生淤血 像桂枝福利碗里面 就有桂枝 对吧 桂枝就是行气的 它可以推动这个血液的运行 然后像那个血腹竹鱼汤里面 它直接就是桃红四五汤 和思逆散的合方 这个思逆散也是调畅气肌的 所以真正这个化淤血的药里面 它一定都有什么 调畅气肌的药 它都有调畅气肌的药 才可以让我们的血液更好的流通 然后气能射血 气能控制血液在脉中正常运行 而不溢出脉外 气的射血作用主要体现在脾气铜血的方面 脾气充足的话 血液就正常运行 脾气虚弱就会溢出脉外 就是我刚才讲的吧 如果你这个人工作很劳累 身体很虚弱的时候 你这个血就比较容易溢出脉外 就会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脾气铜血的症状 但是如果一个人脾气渐运的话 他血液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所以临床上大量出血的时候 都会用大量补气的药物用于铜血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 气随筋械 气随血泻吧 血和精液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当你大出血的时候 你的气肯定也会随之流失很多 所以也要用大量补气的药 刚才讲了气为血之帅 是吧 下面讲血为气之母 然后呢 第一 血能氧气 血能氧气是什么意思 就是血对气有乳氧的作用 血不断的为气的生成和功能发挥 可以提供营养 所以血足气 这个意思就是说 血为身体的各个脏腑 提供功能 提供乳氧 然后呢 这些脏腑 主要这些脏腑的功能 能够正常发挥 就能化身足够的气 其实它们之间是什么 是相辅相成的 是一个良性循环 气足了 然后血的生成就多了 然后血足了呢 就可以帮助气的生成了 所以它们之间是什么 是良性循环 所以说 如果血足就气旺 那气旺就血族 一旦血虚呢 就会导致气虚 或者是气的功能正常 一个血虚的人 他的脏腑功能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了 就会导致气的生成变少 那气的生成变少 是不是就会变成气虚 那么就或者是气的功能异常 就是气质 气线 气域 其实就是什么 脏腑功能的异常 所以说 血虚以后导致的其实是脏腑功能的异常 然后连累了这个气吧 啊 气只是结果 对吧 第二个是 血能载气 是指气存于血中 依附于血而不至于散失 赖血至运载而运行全身 气不得血则散而无统 血液虚少的病人就会出现气虚的情况 而大失血的病人 气易随之大量散失 导致气涣散不收 漂浮无根 便为气脱 所谓气血 气随血脱 这个呢 就是说相当于什么呢 精液也是气的载体 血也是气的载体 这个气呢 除了自己 我们看不见的 它运行在我们的脏腑和经络中以外 其他的 它是通过精液和血 运载而遍布我们的全身的 气不得血则散而无统 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我们血 没有不载气了 血少了 这个气就会散 就会虚 血液虚少的人 就会出现气虚的情况 这个刚才跟我们讲的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血能氧气 其实差不多的意思 只不过是 如果是大量失血的时候 气也会随之大量散失 因为什么 因为血管中有很多的气吧 血管中的气和精液 是我们的血的原材料吧 所以如果流血过多的人 它气也会随之散失 导致气涣散不收 漂浮无根 变为气脱 就跟精液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跟精液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大量散失精液 你气也一样回 会随着精液大量散失 导致什么 气脱 所以讲到底 血也好 精液也好 都能载气 大量的散失血也好 这个丧失血也好 精液也好 都会导致我们的气脱 所以所谓的气血 气随血脱和气随精脱 其实是一样的 好 我们再讲一下 气与精液的关系 刚才讲的是气与血的关系 气对精液的作用 第一 气能生精 气能促进和激发精液的生成 精液来源于水骨精微 经过各脏腹之气 运化而生成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脾胃之气 讲到底 其实还是什么 还是相互相互的吧 气能保持激烈脏腹正常的 发挥功能 那么激烈脏腹正常的 发挥功能就可以化身精液 然后脾胃之气充胜 生化精液的能力就会强 反之生化能力减弱 导致精液不足 所以临床上常采取 补气身精的这个做法 补气身精的身脉引吧 身脉引是不是 它里面有这个党身 五位子和脉东 这个身脉引就是滋补这个气的 滋阴的 这个气阴两须的时候 就会用到身脉引 还有其他我们像这个 养阴生气 也是一种养阴生气 或者养阴补气 这都是 调理身体的一种方法 都会用到什么 生地黄啊 用到什么麦冬啊 用到天冬 这些药的同时 都会用到党身啊 用到人身啊 用到西洋身啊 这些都是什么 补气身精 因为它们之间其实是什么 相辅相成的 你气足了你才能生精 同样你精液足了才能生气 它们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 气能行精 气推动精液的正常疏忽和运行 精液是由脾肺运化后 经过脾肺肾肝肝 三脚等脏腐之气的身脚运动 推动和疏忽到达全身各处 这个我们前面都讲了 对吧 那么都要靠我们的什么 脏腐之气 然后同时还推动精液 以汗液和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 也是气吧 肺气 宣发和肺气的速降 然后弱气虚呢 推动和调控功能减弱了 无法气化水液 这都是什么 肾气对吧 肾气虚弱了之后 我们气化水液的功能就会变弱 就无法蒸腾我们的水气 我们这时候就会出现水肿 然后出现尿壁尿少 这就是导致气不行水或者气不化水 从而出现水湿 弹饮等各种病离产物 讲来讲去 就是气虚的人就会出现水湿 水饮 弹湿弹饮 这些病离产物 然后气能射精 气能射精呢 就是气能控制精液 及其代谢 这个我们气体往外 这个气能控制精液及其代谢的排泄 就是防止体内精液无故流失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为气固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的流汗 很多人会流虚汗 就是说气虚的人啊 坐那儿没事 他就会冒虚汗 这种就是气虚的人 尤其是那个身体比较弱 或者是手术完了之后的人 他会莫名其妙的一身汗吧 其实是因为什么 气虚了 气虚就不能固设我们的精液 不能固设我们的精液 我们的精液就会无故的流失 这个举的例子就是 胃气开合毛孔控制汗液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不会莫名其妙的流汗 然后肾气固设下胶 控制尿液 如果这个固设力量减弱的话 就会出现自汗多汗多尿多瓶 尿失禁等病症 这跟什么有关 跟肾气有关吧 所以临场上采取补气的办法 来控制精液 包括你这个尿失禁 尿失禁就是尿瓶 尿疾尿失禁 这些都是从补肾气入手 像那种像大便失禁都是从补肾气入手 就是这个腹泻也有很多是从补肾气入手 就是为了加强气对精液的固设作用 那很多人这个吃黄旗自汗的人 一家都会说你经常泡点黄旗水喝一下 就是什么你气虚你就要泡点黄旗水喝一下 然后顾表 帮我们把胃气顾住 或者说增强我们的胃气的开河能力 这样就会防止我们不要莫名其妙的流汗吧 所以经常会有人看 你看有人会喝黄旗水补气吧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反过来精液对气也是有作用的 精能生气 精液通过这个精液通过被各脏腑温阳真疼之后 出现气化化身为气 然后殊不于脏腑关窍 以增强他们的功能 就是精液被气化就是被什么 被这个锅烧开了吧 变成水蒸气了对吧 蒸腾在我们的体内 可以殊不于脏腑关窍 然后滋养他们 包括滋养我们的皮肤 然后如果精液窥耗不足 就会出现气衰 如果一个人精液缺少长期阴虚 他就会什么体弱吧 没劲吧 你很少看到一个阴虚或者阳虚的人 他特别有劲 干什么就特别有劲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精液和血液都跟气有关 对不对 这个血少和精液少都会导致气衰 我经常才看了一个阿姨 我经常上班来的路上 然后拐了一下 才去看了一位 看忘了一位阿姨 那个阿姨就是什么 就是气衰 它是什么呢 它是阴虚导致的 它最近一段时间 时间这个汗流的太多 然后呢 大量流汗以后 它就出现了这个气短的症状 这时候给它 不但要滋阴也要补气 对吧 你光补气没用 你一定要增加它的精液 其实它是因为精液 亏好不足而导致的气衰 然后你这时候可以给它用深麦饮 当然可以 深麦饮当然可以用 那你说我不用深麦饮 我给它用一点滋阴的药 然后给它补点气行不行 当然可以啊 你用点什么 就像我刚刚讲的 地黄啊 深地黄啊 麦门冬啊 对吧 然后你再给它用一点党参补补气 西洋森补补气 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这就是精液亏好不足 就会导致气衰 嗯 第二个呢 就是精能载气 这个精液是气运行的载体之一 在血液之外 在血脉之外 气必须依附于精液而运行 否则也会出现 气漂浮失散而无所归 这跟血液 我们刚刚讲的血 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你都会漂浮失散而无所归 那精液的流失 就是必然导致气的损耗 比如说大量出汗后 一定会出现少气懒炎 体卷乏力等期许的症状 这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每次运动过以后 比如说我们跑步过以后啊 打篮球以后啊 或者说猛的这种剧烈的这个运动以后 我们都会讲不出话来 啊 然后粗喘粗气是吧 然后呢感到非常非常的没力量 这个就是我们的气随着我们的精液耗散掉了 然后呢 当我们的大汗大吐大泻 导致精液大量流失的时候 气易随之大量外脱 称为气随精脱 你看有你想想看我们腹泻 这个腹泻特别那个明显啊 说好汗经不住三袍西对吧 当一个人他大量的这个腹泻的时候 或者是有的时候一夜泻这个十几次 整个人一点力气都没有摊在床上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的气随着我们的腹泻散失了 这也是在临床上的时候 当我们要用泻法的时候 一定要看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是气虚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想 呀我们能不能用泻法 如果必须要用泻法 比如说我这个 我之前看到那个赵孝晴老先生的那个医案啊 赵孝晴先生治疗有一个老人 他是气虚到已经快不行了 但是呢他那个这个胃肠道中又有极致 必须要用大臣漆汤 就是必须要用芒香和大黄 把他胃肠道中的那个极致给他卸出来 但是呢这个老人家又气虚到快要不行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他就怕他因为泻了之后 气随惊托 然后这个人一下子就不行了 就变成气托了 所以赵老师用了什么办法 他是开了芒香和大黄 他照常开大臣漆汤 一定要把这个标签置了 那本须怎么办呢 他另外熬了二十克的人参水 然后呢又放了一些这个西洋芯片放在旁边 他跟这个老人说 你先喝蟹药 先喝大臣漆汤 然后两个小时以后 你觉得哎呀我这会肚子里面 已经有咕噜咕噜的那种感觉了 感觉想要放屁了 感觉好像有一点点 这个要拉肚子的前兆的时候 然后赶紧把这个浓浓的人参水这个冲浮 就是就着 不是就是把这个西洋芯片啊 直接就是嚼浮吞浮下去 就是用这个人参水冲浮西洋芯片 给他补气 然后呢 拉完了之后 然后立刻再喝这个人参水 再补西洋芯 就是防止他气随惊托 就是这个不是说一般人可以用的 一定要什么 手法很高超 经验很老道的人 像以前的那些异家呢 他们都会把这个人参直接放在这个大臣漆汤里 或者说先给他补气 把这个气补完了之后再用大臣漆汤 但赵老呢 因为他水平比较高 他直接呢 就是在你拉之前让你补气 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选用 但用之前一定要针对病人的情况 就是当这个病人是一个气虚很厉害的人的时候 我们用泄法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中病济脂 就是一旦拉出来之后立刻停 就让赵老 他让那个老人家 就拉了一次 就赶紧把这个药停掉 不能 不能说什么一用三剂 可不行啊 直接把老人拉死了 就是一定要是中病济脂 一旦大便一通 把这个大便一通 极致一除立刻 补气补精液 千万不能够 就是一直让他泄 所以说气虚的人 既用任何泄法 就是这个道理 只有比较就是厉害的这个医家 他们才敢这种方法 像普通的医生肯定不敢 就是因为怕这个原因 但是中医就是这样 当你有标 标症的时候一定要治标 不能说是我因为本虚 我就不治标 如果你本虚不治标的话 那你这个症状是完全没有办法缓解的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 这就是所有关于气血精液之间的关系 还有他们各自的一些概念 可能这些概念呢 比较枯燥 所以我让你们听课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情况 进行代入和思考 讲课的人是最大的受益者 谢谢大家 下节课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specialize 昨天